哈囉大家好 我是雲霸 這一集的節目 我想跟大家介紹一個家電產品 那這幾天剛好碰到 全台灣的最低溫 那最低我記得到12度 在淡水那邊 很多人都會想要在家裡買電暖器 可是電暖器這東西啊 其實它體積也不小 然後它也蠻佔空間的 所以有限的居家空間裡面 大家都會很想要買一台多合一的產品 最好它是全年都可以使用 所以Dyson它推出了一台新的產品 叫做Dyson Pure Hot and Cool 那這一台產品啊 其實它就是一台全年都可以使用的產品 那它夏天可以當電風賽 冬天可以當暖氣 全年都是空氣吸引器 那這一台產品啊 其實我已經入手在我旁邊 那現在我就在這個房間裡面 那這是我的房間 它的頻數大概有 4到50 對 應該有6個左右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進行實測 跟各位大概介紹一下這台 它支援App連線 也支援遙控器的連線 那 所有的操作都可以透過遙控器來操作 那用App只是讓你更方便 然後多了一個操作的管道 也不用怕遙控器突然不見 找不到遙控器 不過這支遙控器就已經很好用了 好我首先來一個一個介紹 左上角這個是開關 按一下就開根關 那右邊這個i就是Information 然後它可以介紹 透過它的LED的顯示面板 讓你看到 從開始到現在 那24小時之內 它的 清淨效果 已經現在的狀態 那從這個面板上面可以看到 現在我的風速是選擇 Auto 加熱的溫度是 設定在26度 但是現在室內的溫度是 22度 因為外面的下雨 所以現在屋內的溫度是70% 然後 濾網泡材狀態 然後再來是定時 可以從30分鐘 然後1小時 2小時 4小時 到8小時 或者是關閉 然後再來是睡眠模式 睡眠模式調了之後 LED會變暗 好然後再來是擺頭 它可以從 45度 180度 90度 然後到 350度 可以這樣去調整 那各位在家裡 除了外面空氣 污染很嚴重之外 其實在家裡 也有很多會造成 空氣污染的一些 因素 比如說你的 頭髮的造型瓶 殺蟲劑 或者是 你廚房的油煙 那現在我就在 這個房間裡面 大概是5到6瓶 我現在來做一個實測 我會準備一瓶 去餵大師 因為它其實是 酒精成分蠻多的 那我在房間 四處的噴一噴 然後用這個 空氣偵測器 那它會偵測 二氧化碳 PM2.5 PM10 跟PM1 還有下面這個是 甲醛濃度 那這四個指標來做測試 那剛剛我已經先打開了 所以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它的數值 那等一下我噴完之後 各位可以再看一下 它的數值是不是比較高 然後 再用 這個 Dyson Pure Hard & Cool 然後來做 實測 看它多久可以把這個房間清乾淨 好我現在開始噴了 四周圍都噴一下 好四周圍都噴一下 現在噴了很多下之後啊 也對它噴一下 它沒多久 數值就會直接的飆高了 其實我現在鼻子非常不舒服 你可以看到它現在飆高了有沒有 旁邊這邊都有風扇 所以這個數值其實會 會蠻準確的 那我就把機器 擺在這個地方 啟動馬錶 把Dyson Pure Hard & Cool打開 那因為 這兩個離得有一段距離 這個Dyson Pure Hard & Cool 它對於這個空間喔 它 對流的效果 的測試 不要說 只有它的周圍是乾淨的 然後旁邊是髒的 好 大概時間差不多四分半到五分 那你可以看到現在的 Dyson這台Pure H&C 它的空氣清淨效果 已經把整個屋子裡面的空氣品質降到良好了 那待會理論上它越開會越好 那其實現在已經 室內已經幾乎都是聞不到味道 以上就是這台空氣清淨機它的實測 那關於這一台空氣清淨機 其實我有寫開箱文 比較詳細的資訊請大家去部落格文章裡面看 那這一台其實我個人覺得比較優秀的幾個大特點 就是第一個它是多功能的機器 比如說它可以夏天當作風扇 那搭配冷氣冷房效果會好 然後它是空氣循環的類型 上面可以往前面吹張空氣 從下面吸進去從上面吹出來 那如果你在睡覺的時候 你可能會比較怕冷 你不想要被風吹的話 透過擴散模式它可以轉變擴散模式 原本是往前吹 它可以把它轉成往後吹 那冬天又可以當暖氣 那你可以看一下它這個地方 可以把它切換成暖氣的模式 那可以去自己設定溫度 那像我剛剛實測大概5分鐘到10分鐘之內 可以把5坪到10坪的左右不等的房間 溫度提升到你要的溫度 這點我覺得蠻方便的 特別是像我們冬天啊 有時候可能你的主臥室跟浴室是在一起 那你洗完澡出來 就不會被冷風吹到然後會感冒 那這點我覺得很方便 一機多用又不佔空間 像原本我們家這邊有一台電風扇 那冬天的時候你就不用收起來 你就持續的擺在這個地方 然後一機全年四季都可以使用 再來是耗材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它這個地方 它會把耗材兩個HIPPA濾網 跟除臭濾網分別用兩種直調式的方式 把它顯示壽命的時間長短 它的遙控其實非常好用 然後它又搭配它的個人的Dyson Link App 所以你會有App可以使用 然後遙控器也可以使用 這點也會覺得很方便 夏天推出的那台是Dyson Pure Cool Pure Cool那台跟這台最大的差別就是 它多了傾斜角 它可以這樣子去切換它的傾斜角度 不過這個傾斜角度就是你手動調整 相對那台Pure Cool相對比較有彈性 那這台其實已經上市一陣子 今年的冬天其實來得很晚 又來得很急 那冷的時候都突然變很冷 所以很多人都措手不及 就很想要趕快買一台暖氣 如果你剛好有買暖氣的需求 那我會覺得其實你選這個是蠻好的選擇 因為它體積小 然後又不佔空間 一年四季都可以用 你不用說用有限的空間 然後買一台機器 然後只能冬天使用就很麻煩 你夏天不用的時候又要收起來 如果你家不夠大 又沒地方收 在那邊佔空間 所以這一台我會覺得 它會很適合一年四季都可以使用 那以上是這一台 戴正Pure Hot & Cool的實測 那各位如果有任何疑問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按下小鈴鐺 那我們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掰掰